本周迎来暑期竞争最激烈一轮大片 国产大片和牌大片混战 谁票房能脱颖而出呢 本周五有三部大片上映 分别是爱情公寓 该片原班人马回归 又有广大的电视剧粉支持票房最被看好 艺术好戏是黄渤自导自演的厨女作 今年很多导演都大爆发了 如刘若营厨女作后来的我们票房大卖创女星导演历史记录 黄渤这次不会让大家失望吧 本周爱情公寓一艺术好戏 两部华与大片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但是有一部合拍大片实力也不弱 它就是杰森斯坦森主演的巨齿沙 该片是一部跨国大片 李冰冰赵文轩都有加盟出演 影片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沙意外 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大开杀戒 为了化解这场浩劫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海潜水专家 乔纳斯泰勒联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苏伊 与巨齿沙展开了殊死一搏的故事 巨齿沙无论是从影片制作还是演员阵容 都是同期对手中最强的 杰森斯坦森是享誉全球的动作硬汉 李冰冰是老牌大花蛋 如此豪华的巨星配置票房不会差吧 从目前首日的预售票房 看紧要一出好戏 黄渤最强对手来了 爱情公寓现在冒起诉风波 到时会影响到他票房发挥吧 巨齿沙预期票房破2400万排名第三位 他首日日场次超过5万场次 排片量占比23%以上 从各项指标看这部海洋大片都不差 又一部合牌大片要大爆了 爱情公寓目前预售票房一家独秀 但是他票房后劲如何还不好说 人气爆款作品往往是一波流 想拿高票房还是要看口碑 要靠路人观众捧场 一出好戏是黄渤第一次当导演 从预售3400万票房大概 可以看出来观众好像不太感冒 这是要良的节奏吗 黄渤在影坛有口接杯 他使人气影响立抗票房能力 比起徐征吴京等人要略差一些 该片想要大卖只能靠口碑的 本周有三部大片竞争 再加上沈腾大片票房还是很激烈的 大家最期待哪部作品呢 欢迎评论 21世纪互联网的时代 如何利用互联网的趋势发家致富 详情请点击 下方蓝色字体了解更多